在北京有一位艺术家 以前是大学教授 后来自己开了画廊卖画 前几年他想移民加拿大 我们律师事务所有幸帮助了他 现在他的前家已经登陆加拿大 大家好,我是李广田律师 欢迎来到《谈情说例》节目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聊 自雇人士是怎么样移民加拿大的 自雇移民是加拿大联邦移民项目 是指具有相关经验 并有意向和能力 在加拿大自雇 并为加拿大的文化多元化 做出重大贡献的外国居民 那么自雇移民要满足哪些条件呢 第一,必须有两年以上的相关经验 如果你具备以下的条件 你可以满足相关经验这一门槛 参加世界级的文化活动和体育活动 或者参加文化活动和体育活动的自雇人士 这是第一个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 相关的经验必须在你申请之前的五年内 直到你申请做去决定之前结束 如果你有更多的三年四年的经验 你可以获得更多的积分 第二,怎么样定义文化和体育活动呢 文化活动是指申请人至少有一年的自雇经历 从事文化活动 或者至少有一年参加世界级文化活动的经历 体育活动 是指申请人至少有一年的自雇经历 从事体育活动 或者至少有一年参加世界级水平的体育运动 有哪些职业适合于自雇移民呢 这些职业包括作家、表演艺术家、音乐家、画家、雕塑家 或其他的视觉艺术家 电影方面的技师或者是其他的工作人员 倡议设计师、工匠等等 都可以符合自雇移民的条件 下面我们要讨论自雇移民选择的标准 是根据以下方面进行评估的 第一、经验 第二、教育 第三、你的年龄 第四、你的语言能力 第五、你的适应能力 你的最高分数是100分 合格的分数是35分 只得注意的是 如果你的分数超过了35分 这并不能够证明 你可以成功地成为自雇移民 一般来说 所有的申请人都要符合经验 意图和能力 和重大贡献三方面的测试 下面我们就讲讲这三方面的测试 第一、经验测试 经验测试必须考虑文化活动 和体育活动的桎经验 这一类的职业包括 音乐老师、画家、插画家、电影制片人、自由记者 除此之外 那些幕后工作的人 例如编辑、编舞、布景设计师、教练、 批训师也可以用自雇的方法 来办理联邦自雇移民 此外 艺术和文化领域的管理经验 也可能是衡量自雇职业的可行标准 例如戏剧和音乐导演和表演者 也符合这个类的经验 第二 我们要讲讲意图和能力测试 申请人必须通过意图和能力测试 测试的时候 必须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过人的资产 尽管移民法没有对治国移民的家产 有具体的限额 但过人的资产 可以用作衡量申请人 在加拿大治国倡业的意图和能力 治国人士没有最低的投资限额 所需要的资本取决于自己工作的限制 但是申请人必须有足够的资金 在加拿大为自己倡业、就业 并维护自己家人的生活 最重要的是 申请人必须证明 他们现在已经 将来也能够通过自己的才能 养活自己和家人 并且在加拿大拥有自给自主的能力 第三 对文化艺术生活和体育做出重大贡献 联邦自国移民的宗旨 是在丰富加拿大的文化和体育 而不是在经济上的贡献 换言之 当申请人符合经验、意图和能力的测试 并且有合理的期望 他们在文化和体育界自顾时 对加拿大当地的文化和体育做出贡献 例如 一位前往一个小镇的音乐老师 去教授中国乐器 在当地可以被视为是最重要的 所以说他的工作 比视为当地文化做出贡献一点也不过分 同样 如果一个体育人士去加拿大义乡称 教授中国功夫 重大的贡献测试就很容易通过 由此看来 重大贡献的定义 是由申请人的过案所决定的 那么有人要问 这整个申请过程需要多长时间呢 对照目前的时间表 大概需要30到40个月的时间 来完成整个的审批过程 下面我再讲一个成功的案例 一位女士来自上海 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 在上海从事电视剧撰稿 也成功地撰写了两个电视剧本 在中国上演 最近在我们的帮助下 已经成功地利用自雇移民的方式 来到了加拿大 好了 今天的话题就讲到这里 请关注点赞 评论区留言 一项了解的法律问题 下期再见